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估计香港2023至24年度的综合财政赤字 会略超过1000亿港元 远高于年初所预测的570多亿港元 认为必须要管控开支 而此外 新一份的财政运算案 已经从17号起展开了公众咨询 将于明年的2月28号公布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7号在网织中表示 香港步入役后赴场阶段经济回复增长 但受到环球利率持续高企 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 香港经济增长动力收压 资产市场持续疲弱 特区政府收入也受到影响 股票和物业交易的印花税 以至地价收入都较纪年初的估算大幅减少 估计2023至2024年度的综合财政赤字 可能会略超1000亿港元 较纪年初预测的570多亿港元为高 下年度正有期许出现赤字的机会 陈茂波又指 除去防疫抗疫和逆周期措施等开支后 特区政府过去几年的开支增加约四成 远超同期收入的增幅 并出现三年赤字 财政储备由11,029亿港元 下降至8,348亿港元 认为开支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 必须进入整顾阶段 有效管控开支 以至适当节流是不能避免 他指特区政府 今年会继续维持公务员编制零增长 各政策局及部门未来两个财政年度 都要分别节省1%经常开支 陈茂波想要 在管控开支增长的过程中 会小心考虑和兼顾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顾及社会上最弱势 最有需要的市民的情况 期望寻求合理 务实兼顾各方的平衡方案 目前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咨询工作已经展开 陈茂波表示 当局正透过不同渠道收集市民和社会各界意见 更全面了解社会实际需要 冯华卫视王金璐向个报道